眼神堅定看著鏡頭 雙手拿著親手寫的信 他是王力宏爸爸 人在美國19號凌晨一點多 他曝光兩張A4紙的信件內容 替兒子保取 王爸爸說只是退休的普通老人 這封信只能表達萬分之一的心痛 並說最遺憾的是 在2003年接到兒子電話 他和一位女子在一起 越是延遲樂懷了他的孩子 起初說獨自帶小孩 但又改口如果不結婚 會爆料摧毀力宏的事業 心想如果結了婚 也許他會不錯 結果竟是我最大的遺憾 因為接下來是七年的痛苦 而最近的兩年 還是地獄寺的生活 兩人沒有同住 兒子也會每天花幾個小時 和孩子同在 也說黎靖蕾這長文 不是第一時間寫出 而是兩年來處心的結果 另外王家七年的努力 還是沒有脫離 黎靖蕾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脅手段 而女房有數億台幣 房子生活費等要求 一切都已經同意支付 兩夫妻分局已經兩年多 不過在此期間 王力宏絕對沒有出軌的事情 力宏也不是敗類 她的孩子們也不該被灌輸這種印象 王力宏家族成員都是學霸 爸爸王大忠是台大醫學系畢業 媽媽李明珠就讀政治大學 王力宏也曾經曬出他們照片 爸爸八十歲是美國專業神經科的醫師 在醫界剖腹盛名 從一五十多年2017年退休 年輕時還神似大陸男性 零更新 而王力宏犯錯時 爸爸不曾罵過他 而這回王力宏遭到起底私生活淫亂 即便遠在美國也替兒子護航 王家一家子立場堅定 TVBS新聞下面叫宏廷大報導